今次的女王銀禧紀念杯起今日就已經跑了 最後就是由那隻二毫馬的加州星球就被他跑得回 今天就以一個由頭放到尾的姿態就贏馬 講一講這場賽事,首先我們都看回這個比賽影片 這場賽事第一樣想說的就是那個段速 因為今天跑了三場的1400米賽事 加州星球這一場在三段時間,頭三段是59秒7 是盡慢過那兩場的四班1400米 所以其實加州星球今天的形勢之所以可以一路放回來贏 某個程度上真的斷速太慢了 這個斷速甚至乎是慢過他起前仗華雙會盃 輸到一條街那麼遠的步速來的 所以今天這個斷速再加上今天的整體場地形勢 都不例外搭蓋,前置馬系都比較有好處 那當然啦,我都不會說幕後不厲害的 一轉一轉的操練手法 彈一下草地這樣居然就可以讓他跑得回 不過我也想說不要過分稱高先 那這裡呢,艾道拿也有如勁 今天這個騎士也有手影 在教祖長次都贏了馬 那這裡呢,有幾多馬都可以說一下 那跑第二的那隻標之銀河這隻馬呢 都真的相當之厲害的 因為都是蝕了那個步速的形勢 蝕了分,最後田太安呢,也是追不及 今天勝利之王那些都前居可鑑 都好像早段未睡醒,沒段才認真摘下去 那這隻標之銀河就跑第二 但我想長線看這隻不單是一隻好馬 而且呢,我覺得他跑1600可能更好過1200 因為他的騰空時間呢,其實是相當比較久的 他不是那些很密腳的馬 反而是大步靠籃的 所以呢,我覺得遲些應該要增情 不過呢,現階段呢,跑長一級賽 跑第二,加了很多分的了 你看看他會不會有進步 沒有進步就是坐馬間的 不過我覺得這隻馬應該盡有些進步的 五盤子呢,我也會相信他多些 那跟著呢,就要講幾隻馬了 那第一呢,當然是金鑽貴人 我們呢,就看一看直鏡 一起步的時候,這隻金鑽貴人 蜜道朗在賽後報告他都有說過 盡量都會想找回前列的位置 那但是呢,他呢,早段就想說 在這隻健康愉快後面呢,拿遮擋 那怎知道可能因為出閘又不算特別爽的情況下 但是呢,就拖呀拖呀拖去很後 那這裏呢,有個很明顯的 乒乓球這樣撞呢,就是和那隻潘頓的永遠美麗呢 就...即是撞過一下啦,稍為 那跟著一金鑽貴人呢,就無奈 就要在那個永遠美麗之後呢 在到尾巴尾巴尾的位置跑啦 那賽後報告呢,我這裏也都跟大家說啦 文家良呢,也都確認了蜜道朗這個詳細的拆騎的追術 大家都有個共識呢,都說啦 如果早段拿不到前列位置呢 都寧願將他抽到後面,拿遮擋 好過太早望空 所以這裏呢,蜜道朗轉彎才拖出去望空追的 今天這些位置,這些形勢,你追都不會追到好多了 但另一方面看,其實金鑽是否真的超到馬王級呢 就...有得相確啦 以前這些馬呢,都很多人憧憬他跑千四 覺得他跑千四上季,挺好啊 那這次回來,追就追了一段 但就...末段又分速一點 那是不是真的沒那麼超呢 但另一方面看,這隻馬上兩次的賽後報告 又是出血又成都拼了很多場 有時這些跑馬的東西就是一來一往以日代路 其他馬可能都是靠跑去回氣的時候 你就用了很多 所以金鑽貴人今次輸呢 我覺得嚴格啊,沒有什麼好賴的了 那至於那隻永遠美麗早段呢 也都是很搶口的,有一段時間 因為真的很慢啊 那我覺得結論是什麼呢 都不是很超啦 嚴格這一組的一里馬匹呢 我覺得是有吸制賽的能力的 但你說是不是去到金槍六十那種呢 其實就不算了 千四米呢,其實我也覺得應該要看到多些東西 比起千六米來講 因為呢,千四米和千六米的相比之下呢 是更加看一隻馬末段的爆發力的 跑多二百就會均速一點 千四米就是比較講求爆發力 如果不是就不會有那麼多短圖馬呢 試試跑完千四米啦,是不是 但是以今天的形勢 加州星球在貴內都叫做 脫過碌啊 這樣的情況下都沒有馬追到他呢 所以我覺得這一組的馬其實都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就是這樣說 另外就是神虎龍區啦 今天報名都是騙飯吃的啦 在這裡跟著又說 賽後報告說他失平衡啊 等等 其實呢,我覺得都是騙飯吃的 你看看,最後直路有沒有怎麼騎過呢 如果真是去馬格的一定跟你賺上來啦 我不知道關不關扣女 要益一益那隻標之銀何事啦 但反正今天回來呢,看不到很多東西 當然我也不敢說 如果你說神虎龍他跑光給你看 看看是不是就會過到加州星球 也都不敢說啦 因為他真的沒有正式打開來衝 這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但今天可以看到報名的這個表現呢 算吧,這些 上次都有說過啦 那所以結合起來呢 就是幾場的表現呢 我都覺得其實 這一隻加州星球呢 今天是贏了一個形勢的 他就不算特別非常之狀態 大勇童你去跑這場 因為你只要看回呢 之前手機標霸也好 有型人也好 兩場的四班千四米呢 頭三段的步速形勢呢 都是比這一場是快一點點的 其實拉斯這隻加州星球 都只是霸回一個比較普通一點的 22秒63 你只能夠說他跑回應有的水準 但是是不是很突出 不算了 那所以其實都可以看到呢 這場所謂的一級賽呢 不是真的這麼一級的 有傳說加州星球想去跑 杜拜啊 阿喬斯短途 這些在座後話啦 我覺得報名的東西呢 多數都是好死的 但是呢 我也是想跟大家說 就是我堅持一點呢 就是這一組所謂的一級賽呢 沒有了金槍60啊 澳油氣泡呢 不多一級咯 那就是這樣啦 今次賽事的賽後的評論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意見呢 想說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咯 拜拜 嗯 請來個字幕